藍營亭郭派議長謝典玲宣布退黨 在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要出訪日本前投向了震撼彈 時機點太過敏感引發外界聯想 但是對此侯友宜沒有多做回應 一抵達日本東京就受到僑胞熱情歡迎 首度與總統參選人身份出訪的侯友宜 展開為期三天的友宜之旅 出訪前強調希望能跟日本 維持更緊密友好的關係 在台日對話關係底下 共同促進印太地區的安全以穩定 我們一起為中華民國加油 為台灣加油 不僅替台灣加油 這趟日本行更要幫自己的民調加油 侯友宜雖然已經被正式提名參選 卻還是蠟燭多頭燒 先是要擔心後稱反國後 有重大宣布的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同時黨內挺郭派議長謝典玲 也宣布退島 市長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懸在後友宜訪日前一天搭專機赴美的郭台銘 此套會見誰很神秘 但這番宣言內容也被截讀 只差加上參選兩個字 進入推進主流民意大聯盟 疑案的是有的受制於既有的刑事規則 有的限於政治攻防的敵友誤判 時常出現的往內互打 郭董喊話別往內互打 但他們往前走一步都牽動藍營內部 侯友宜這趟防日加強外交實力 就看歸國後要整合藍營歸隊 能否化被動為主動 這段黃黎明州台北採訪報導